大家好 我是Will 欢迎来到X调查 有一名女子被她的儿子和丈夫发现倒在自驾的农场里 在其背上插着一把钉耙 女子的丈夫立刻将她送往了医院 警方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不可能是一级意外 而是有人蓄意谋杀 由于案情扑朔迷离 因此得到了众多民众的关注和讨论 它就是发生在美国爱荷华州的厄尔维尔农场遗案 故事发生的地点位于爱荷华州 该州位于美国中西部 是一个农业大州 有着美国粮仓之城 在爱荷华州东部 有一个名叫厄尔维尔的小镇 它占地面积1.46平方公里 人口不到1000人 这里有着树木轻松的森林 还有着大大小小的农场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艾米·穆里斯 他出生于1979年 是个性格开朗的人 他的男友托德·穆里斯比艾米·大四岁 他的性格内向沉稳 少言寡语 值得注意的是 托德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农场 他的农场很大 其中种植着玉米等农作物 除了种植农作物外 托德还养猪 在他的农场里有两个大大的猪棚 每个猪棚的长度 几乎都和一个足球场一样长 为了更好的经营和管理整个农场 托德还在农场里建立了一个办公室 还聘用了一些人员负责农场的各项事务 2004年9月 25岁的艾米和29岁的托德结了婚 艾米就跟着托德来到了他的农场里一起生活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 艾米陆续为托德生下了三个孩子 虽说两人过着一世无忧的生活 但农场里的生活节奏缓慢 几年后 艾米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些单调 于是 他向托德提出 想要到农场外找一份工作 托德同一了妻子的想法 于是艾米就在距离 厄尔维尔16公里的曼彻斯特的一家医疗中心 找到了一份护士的工作 一开始 艾米对这份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但他工作了没多久 就提出了辞职 原因是家庭问题 虽然这个举动 令艾米的朋友们感到有些意外 但他们也都尊重艾米的选择 辞职后的艾米又回到了农场 帮丈夫托德一起种田养猪 然而两人的平行生活 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农场里就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 2018年的11月10日 这天是个星期六 此时正至冬季 欧尔维尔的气温低至零下6摄氏度 室外十分寒冷 早上9点半 43岁的托德带着13岁的大儿子崔斯登 来到了猪棚 开始了每天的例行工作 他们一人负责打扫猪棚 另一人负责添加饲料 这天 39岁的艾米也来到了猪棚一起帮忙 由于艾米在4天前 刚在诊所做了一个小手术 身体还有一些不适 所以托德就让艾米去擦洗猪棚的灯泡 那样的工作会相对轻松一些 艾米听从了丈夫托德的要求 准备擦洗灯泡 然而灯泡在天花板上 位置太高 凭艾米的身高肯定够不到 于是他找来了一个五加轮的筒 放在地上 人站在了筒上 接着艾米就伸手去够天花板上的灯泡 他的动作看起来十分费力 这时大儿子崔斯登 看到母亲艾米站在筒上的时候 腿抖得厉害 于是他赶忙寻问母亲 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 艾米回答说 有一点头晕 托德闻讯后 担心妻子艾米的身体可能还没有恢复 于是就让他回房休息 不过托德还让艾米帮个小忙 等一会自己要去开大机器做农活 农场里的小猫又会到处乱窜 如果不小心掉在了机器里 会误伤到他们 所以托德让艾米在回房前 去红盆子里 把宠物笼子取出来 放到他的办公室里 过一会儿他要用 于是艾米就离开了猪棚 往红盆子的方向走去 我们来看地图 这张是托德农场的平面图 红盆子的位置在这里 猪棚的位置在这里 两者相距27米 离得并不远 上午11点 托德在猪棚的工作终于完成 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这时他发现 刚才让艾米拿的宠物笼子 并不在这里 托德感到有些奇怪 于是就对二字崔斯登说 去红盆子里看看你母亲怎么了 接着崔斯登就往红盆子的方向走去 没过多久 他就来到了红盆子外 崔斯登伸手 慢慢地推开了红盆子的大门 顿时 眼前的一幕 让崔斯登惊恐万分 只见母亲艾米面朝下 倒在了地上 在他的背上 还插着一把钉耙 这把钉耙上有四个尺 尺间又长又锋利 母亲已经不省人事 崔斯登看到后吓坏了 他大声地尖叫了起来 惊慌失措的他 甚至无法挪动自己的双脚 崔斯登的叫声 引来了父亲托德 赶到红盆子后的他 看到艾米倒在了地上 血流不止 已经失去了意识 见完后的托德 赶忙上前 想把艾米抱出去 然后红盆子里堆满了各种杂物 出口太过狭窄 以至于他无法出去 想要将艾米抱出去 就必须先把他身上的钉耙拔出来 托德毫不犹豫将钉耙 从艾米身上拔了下来 然后他抱着艾米 飞奔着离开了红盆子 并来到了自己的车里 这时儿子崔斯登 也坐上了车的副驾驶位 托德没有多想 立刻将车启动 往最近医院的方向驶去 当行驶了一段路程后 托德感到艾米的体温 正一点点散去 他的皮肤似乎变得越来越冷 托德觉得 如果自己动作再慢一点 很可能就会失去艾米了 托德一边让翠斯登扶着艾米 一边掏出手机 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911接线员让托德停下车 原地等待救护人员赶来 并让他将艾米放平 做心肺复苏抢救 此时的艾米已经失去意识 没有呼吸 进行心肺复苏后 也没有任何反应 几分钟后 救护车赶到了托德汽车的位置 艾米被送上救护车后 开往了最近的医院 然而遗憾的是 艾米最终没能被抢救过来 警方闻讯后 赶到了医院和农场 对于死案的调查工作 正式开始 艾米去世后 警方找到了他的丈夫托德 想要了解一下 当天事情的来龙去脉 托德告诉警方 他的妻子艾米这天有些头晕 于是他就让艾米回房休息 顺便让他去农场的红盆子里 拿一个宠物笼子 之后他听到儿子的尖叫声 才发现妻子出了事 至于妻子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他也毫不知情 托德猜测 也许是艾米前往红盆子后 突然头晕发作 不小心晕倒在地 倒下时又不小心碰到了身旁的钉耙 钉耙倒了下来 扎在了艾米的背上 托德认为这件事可能是一起意外 警方听闻后 询问托德与艾米的婚姻状况如何 托德说 我们的沟通很愉快 我们一直在一起 并且感情很好 在掌握初步的情况后 警方对艾米的朋友和家人进行了询问 然后他们得到的 却是截然不同的回答 艾米的朋友和家人表示 托德嫉妒心和占有欲很强 他经常发短信给他们问艾米在哪里 几乎是时刻监视着艾米的一举一动 艾米曾和朋友们表示 他感觉自己过着如同牢狱般的生活 从艾米朋友们的口供来看 托德和艾米的夫妻关系并不太好 那么托德为什么要隐瞒这些呢 这时的警方开始对托德产生怀疑 案件发生了两天后 法医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报告显示 艾米身上共发现了六处刺伤 这些刺伤 全部都是农场红盆子里的那把钉耙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 那把钉耙上只有四个尺 而艾米身上却有六处刺伤 如果艾米不慎摔倒被钉耙意外刺伤 不太可能出现六处刺伤 除非艾米自己将钉耙拔出 然后再不小心扎到了钉耙上 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极低 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 更何况 艾米身上的六处刺伤中 其中四处是由上往下造成的 另外两处是由下往上造成的 如果是意外摔倒被刺 不可能出现这种结果 除此之外 法医在艾米的上唇发现了一处擦伤 在他的脸 手 膝盖上都发现了顿气伤 法医据此推断 艾米在去世前有过挣扎 法医得出结论 艾米的去世 绝非一场意外 而是蓄意谋杀 得到法医的结论后 警方也随即将此案 列为谋杀案侦查 调查人员 再次对艾米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进行了逐一询问 很快 警方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艾米的一位朋友说 在2013年 也就是案件发生的5年前 艾米在曼彻斯德的一家医疗中心 担任护士工作 在那期间 他与一名男子发生了婚外情 后来这件事被他的丈夫托德知道了 托德大发雷霆 要求艾米辞掉医疗中心的工作 之后艾米就辞掉了护士的工作 回到了农场 托德不想把这件事搞得人尽皆知 所以他向家人们表示 是艾米想花更多时间与家人相处 所以才选择辞职回农场的 而艾米告诉他的朋友们 辞职回家并非自己本意 她是被逼无奈 但无论如何 艾米和托德达成了一致 他们选择继续维持这段婚姻 接着他们继续和孩子们在农场里生活 希望日子能够尽快恢复到往日的平静 原本以为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已经过去 一切已恢复成原先的状态 然而就在艾米去世的半年前 艾米再次出轨 他与一位名叫法舍的男子 发生了婚外情关系 这位法舍不是别人 正是托德農场里的一名经理 法舍已经结婚 是一名有父之夫 他还有两个孩子 艾米和法舍白天的时候在农场里工作 这眉来眼去的 两人确认了眼神 就渐渐产生了感情 他们趁托德不注意 在农场的隐蔽房间 偏僻的小路 或是附近的旅馆里见面 随着艾米和法舍的感情升温 艾米甚至计划着和托德离婚 他还把这个想法 偷偷告诉了自己的朋友们 不过但凡了解托德的人都知道 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离婚的 艾米也很清楚丈夫的为人 所以他曾和情夫法舍说 如果托德发现了我和你的事 那么我会消失 2018年7月 这是艾米和法舍成为情人的两个月后 一天 托德无意中看见了艾米的电话账单 账单显示 艾米和法舍之间互相发送手机短信的数量 高达128条 这一下子引起了托德的怀疑 不过托德只知道他们之间的短信来往频繁 不清楚具体里面的内容 于是托德就找到了农场经历法舍 他质问法舍和艾米之间 为何会发那么多短信 法舍表示 两人互发短信只是在聊工作上的事 以及安排孩子们的活动 法舍失口否认自己与艾米之间 存在着什么不正当的关系 但托德还是无法消除怀疑 他甚至打电话给了法舍的妻子 想要了解法舍在家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表现 法舍的妻子表示 丈夫最近一切正常 他们的婚姻也很幸福 自己也不觉得丈夫会出轨 听到这话后 托德才放下了戒备 两天后他还找到了法舍 为自己的多疑道了歉 同时也告诫法舍 少与艾米接触 以免再次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2018年10月 这是案发的前一个月 艾米和自己的朋友们 详细说了自己出轨的事 他怀疑托德已经知道了 自己和法舍之间的关系 只不过表面上装作不知道 这样的证词 让警方加重对托德的怀疑 理论上他存在作案动机 11月16日 这是艾米去世的6天后 警方再一次找到托德 在这次问话的过程中 托德表示 即使自己的妻子艾米出轨 粉碎了自己对他的信任 但他们之间的感情情比金尖 自己绝不可能会杀害艾米 然而警方显然不相信托德 在拿到法院签发的搜查令后 警方对托德农场 进行了更细致的搜查 果然他们有了更多的发现 在农场的手机和平板电脑里的 网页搜索记录显示 在艾米去世的4天前 搜索记录中出现过 人体内的器官 在艾米去世的一个月前 网页搜索记录中出现过 杀掉不忠的女人 历史上出轨人的下场等关键词 对此托德的解释是 手机和平板电脑 放在员工的公务区域 谁都可以拿他们浏览网页 托德否认 上述关键词是自己搜索的 警方经过对农场的搜查后发现 农场里安装有监控摄像头 然而当调查人员问托德 所要案发当天的监控录像后 托德表示 在案发两周前 农场的监控设备又出现故障 因此在那之后 就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画面 但奇怪的是 在艾米去世后的第二天 农场的监控设备又恢复了 警方实在无法相信 这些仅仅只是巧合 对此托德的解释是 在监控设备的接收信号天线下方 有一个加热器 由于冬天寒冷 所以经常有猫会跑到加热器位置取暖 可能是猫不小心将天线碰掉了 因此监控设备失灵 在艾米去世的当天 家人们问起托德农场的监控设备 有没有拍到什么东西 托德这才想起来去查看监控 然而他发现监控的天线掉在了地上 之后他赶紧把天线捡起来 重新安装好 所以在案发第二天 监控设备才重新恢复了工作 据查 艾米和法舍最后一次见面 是在案发的五天前 当时艾米已经计划与托德离婚 然后再和法舍结婚 但法舍不想离婚 如此一来 法舍也存在作案动机 法舍或许为了维护现在的家庭 决定对艾米痛下杀手 为了厘清艾米与法舍婚外情这条线索 警方马不停蹄地 找到了托德农场的经理法舍 法舍向警方表示 11月10日案发的时候 自己并不在农场 而在阿娜莫萨的家中 期间他一直和儿子在一起 法舍的家距离托德农场 有45分钟的车程 法舍的儿子表示 11月10日这天自己确实一直和父亲在一起 他们这天还一起去学校看了美式足球比赛 警方在查询了法舍手机定位记录后 发现在案发当天的10点45分 11点45分和12点45分这三个时间点 法舍的手机一直在阿娜莫萨他自己家附近 这与法舍的口供吻合 再加上他儿子以及学校目击者的作证 警方认为 法舍的不在场证明是可信的 因此排除了他的嫌疑 2019年2月28日 此时距离艾米去世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他的丈夫托德以嫌疑人的身份 被警方正式逮捕 地方检察官对他发起了一级谋杀罪名指控 2019年9月 这是艾米案发生的10个月后 此案正式开庭审理 在庭审的过程中 检方播放了一段录音 这是托德拨打911报警电话时的录音 在整段录音中 有一段被警方吵杂 模糊不清的声音 检方表示 托德在那时在小声嘀咕说 去死吧 出轨的贱人 托德当庭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 而陪审团中有人觉得托德说的就是那句话 有人觉得那样的解读很牵强 根本听不清录音里他说的什么 托德的辩护律师认为 播放这段不清晰的录音 存在着严重误导陪审团的嫌疑 检方询问托德 为什么不再发现艾米后的第一时间 拨打报警电话 而是自己将钉耙拔出 将艾米送上车后才报警 这样不仅破坏了犯罪现场 也可能耽误了艾米的治疗时间 对此托德表示 自己当时并没有时间想那么多 他只想快点送艾米到医院 我们知道托德的儿子崔斯登 可以证明托德在案发时 并不在红盆子里 案发当天 崔斯登一直都和托德 一起在珠棚里工作 而就在托德盼望着儿子崔斯登 能够为自己在法庭上作证之时 崔斯登表示 自己当天并没有时时刻刻 都看着父亲托德 有时候自己会去办公室喝一点水 那样的话 他就看不到父亲托德了 不过崔斯登证实自己没有在父亲托德的身上看见血迹 托德的辩护律师表示 崔斯登喝水的时间很短 托德不可能在那么短时间内完成杀人 再清理到自己身上的血迹回到珠棚 如果艾米是被人用钉耙刺杀 那么一定会在红盆子里的墙壁上 以及凶手的身上留下血迹 然而实际情况是 在红盆子里以及托德的所有义务中都未发现血迹 检方甚至没有一条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托德就是杀害艾米的凶手 检方认为 一旦艾米和托德离婚 艾米将会从托德的农场新托中得到200万美元 除此之外 依照法律 他还会得到托德农场的一半所有权 对此检察官表示 农场是托德的全部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农场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保护他 除了保护自己的农场 托德还为妻子艾米的两次出轨 因爱生恨 这些就是托德的杀人动机 陪诊团在经过漫长的七个小时的审议后 有了结果 他们一致认为托德有罪 随后法官宣判 被告托德·莫里斯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判处无期徒刑 终身不得假释 除刑事责任外 托德还需要向艾米家人支付 15万美元的赔偿金 陪诊团认为 托德有着足够的杀人动机 也没有不在场证明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 但陪诊团在审议时 回顾了所有已掌握的证据后 还是认为托德有罪 至此 这起轰动当地的农场案告一段落 而托德·莫里斯 依然坚持自己无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